每位选手都希望自己能抓住市场龙头 很多选手都是和龙头势之交臂 这是什么原因 其实是因为你还不了解龙头是怎么走出来的 当你了解了 你抓龙头的成功率至少提高一倍 大多数朋友应该都知道 龙头一定是从板块中走出来的 所以判断板块的持续性就成为了我们绕不开的一个路 今天我就把关于如何判断一个题材的持续性免费分享给刷到这个视频的有缘朋友 内容非常感 记不住的朋友建议点赞起来多看几遍 我相信大家都经历过 每个题材爆发初期都会出现涨停潮 一大堆涨停让人眼花缭乱 可能你心里知道行情要来了 可是无从下手 因为不知道哪个是龙头 打个手板掏个力 第二天可能一分没赚到 这种滋味非常不好受 我们应该怎么杜绝这种一日游行情呢 当一个题材出现多知个股涨停的时候 我们就要加入关注行列了 如果涨停加数是当天最多的的题材 那我们更要高度关注了 先不要着急动手 需要的是观察 应该观察哪些点 我给大家总结六条核心 每一条都是抓龙头 及判断题材持续的关键 一 观察板块内有没有大成交额的票 也是我们称之为的中军 是大资金青睐的对象 是机构的战场 只要有这种大额成交类型的 说明资金进入这个板块很深 短时间内不会轻易出来 这对板块的持续是很重要的 二 观察板块内有没有走趋势新高的股票 如果有 那么非常棒 说明大资金已经早早潜伏在这个板块里面 会让场外资金对这个板块更有兴趣 三 观察第二天有没有换手连板票的出现 这是我们短线选手参与的重点 如果出现换手连板票 说明这个板块有资金接力 是有可能承载市场合力的 且换手连板 也是有参与机会的 那些从头到尾都是连续一字到头的票 要么买不到 要么买到就结束 这种板块往往容易夭折 这一点很重要 但还不是重点 参与的时候只是说可以小仓位试错 四 观察板块内有没有大单封字一字的票 这种票一般是消息刺激 都是百万手大单 在它没开板之前 你可以理解为 场外资金依旧想排进去 这样一来 排不进去的资金就会切换到换手板 从而给到板块合力 五 观察板块有没有消息不断刺激的大事件 所有的龙头都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共振 不断的消息刺激 也是板块持续性的关键 六 到了第三天 基本就是我们该出手的时候 一般经历了第二天的分化 会淘汰掉一些后排跟风砸毛 市场资金会开始特别集中的 攻击板块内某几只股票 这个时候 如果没有出现其他新题材出来抢风头 板块内还有一堆三板票 那这个板块在未来 极大可能会成为主流板块 出手成功率 也会大大提升 你这个时候 要做的就是跟随板块里面的核心换手龙就行了 当你把这六条核心领悟到位 我相信抓龙头的成功率自然就不会低 判断题材的持续性也高了 关注我 分享更多投机干货 我认为两条核心领悟到达 我认为两条核心领悟到位置